指挥中心昨天宣布疫苗重大消息 那就是国内正式开放了疫苗混打 如果第一剂施打的是AZ疫苗 那么下一剂就可以混打NRMA的疫苗 包括了莫德纳还有BNT疫苗 而第一波锁定施打的对象 将会有3.3万名的医护人员 另外一边看到国产疫苗高端施打即将展开 疫苗登记接种平台 现在已经突破百万人 7号死亡病例数暴增至12人 可怕数字深入追查 原来是系统出现疏漏 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疫苗施打状况走向稳定 指挥中心宣布再增开预约接种对象 第9类53至54岁都可以预约 有关于在混打的时候 我们当然有规划了一到三类 那我们还是先开放COVID-19专责医疗院所 专责医院专责医疗院所的第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 而6号指挥中心带来重大消息 正式开放疫苗混打 如果第一剂施打的是AZ疫苗 下一剂就可以混打MRNA技术的其他疫苗 包含莫德纳以及BNT 而首批族群就锁定第一类医护人员 三万三千人 根据了解部分医护人员迟迟迟没有接种第二剂 就在等这刻 因为国际研究证实AZ混打MRNA疫苗 可以产生的抗体效价比接种两剂AZ还要更高 就怕变种病毒四季入侵 希望借由这个方法提升保护力 而高端疫苗开放施打在机 截至六号下午五点为止 登记施打人数正式超过百万人 其中有六十万人同时登记高端AZ以及莫德纳 登记高端于莫德纳则是有十二万人 只登记高端于AZ的人则有三万五千多人 疫苗分配走上轨道 国产疫苗即将在八月底开跑 各界也期盼彻底封锁疫情 记者综合报道